importantes 大家好 回到此出現 這就是主能救的環節 我今天介紹的是一個 南會的 布朗尼 蛋糕 Bluberry Bruarney 首先我介紹一些材料 材料很簡單 首先我們有些藍莓 藍莓最好大約大半杯至一杯 其實多一點分別 但我買的時候剛剛一盒 一盒小小的藍莓就是它這麼多 我免得買多一盒 而且平時看藍莓 如果你洗的時候 感覺到它應該是實的的 看到嗎? 如果你感覺到它捏下去 就不要了 就太熟了 新鮮的應該是比較實的 首先有藍莓 洗乾淨 我還有牛油 大約115克的牛油 四分之一杯的朱古力豆豆 你可以喜歡的話 你可以加多一點 兩隻雞蛋 一杯半的砂糖 另外就是 乾粉類 這裡有半杯的朱古力粉 另外就是一杯的麵粉 另外就是有半茶匙的鹽 我已經放在裡面 我已經放在裡面 那我們可以開始怎樣做 首先就是 我們要煮一煮 用的牛油 這樣我可以把 藍莓放進 鍋裡 還有牛油 我都把它放進 鍋裡 然後就拿去 融化牛油 先融化牛油 好了 我們開了爐火 然後我現在正在融化牛油 小小的火 讓牛油慢慢融化 與此同時 我就拿出朱古力 一會兒 融化牛油 之後 我們就要把朱古力豆豆 放進去 把它拌勻 首先我現在 燙一燙開 讓它 容易融化 這樣就不用 太大火了 要少少火也可以 然後就讓它慢慢的變化 讓它慢慢融化 變化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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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 可以 開了焗爐去 就是350度 讓它 預熱了 先 再一次 完成 牛油開始溶解 牛油已經溶解 牛油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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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拌勻 首先牛油和朱古力都已經融好了 現在就在鍋裡 然後這裡怎樣呢? 首先另外一個鍋 還有一個碗 然後把雞蛋放進去 我要兩隻雞蛋 要少許混奶油和蒸油 自己隨便下 然後就開始把它和糖在一起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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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拌勻 會煮熟 雞蛋 我是不想看到 我們是不想看到 煮熟雞蛋 所以我首先 放少許溫度 因為它始終是有溫度的 我們就要用這個 慢慢把它們兩邊的溫度 調較到差不多熱度 才可以拌勻 就不會煮熟 煮熟 煮熟 然後把蛋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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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牛油和朱古力刮刀全部刮下去 現在可以拌勻 最後可以把乾的粉加進去 慢慢攪拌 有些食譜會加煎粉 讓粉在麵糊上可以透過熱力上升 出來的效果比較像蛋糕類 這次的食譜是沒有加煎粉 不會令蛋糕升高的粉 所以我想要的效果是 蛋糕比較黏 像朱古力 黏性 多於一個蛋糕 就像蛋糕一樣 有氣孔 或者是很 很激烈的 現在把它拌勻 把粉和麵糊加起來 拌勻到 它就是 不見了粉的感覺 現在還有粉 我們慢慢攪拌 攪拌到它 沒有粉 就不用攪拌太多 最好是攪拌均勻 但是不用攪拌到它很厲害 總之看到粉的東西 在這裡這樣看 在這裡這樣掃 看到是沒有了粉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 就預備了一個Pan 你自己用哪種類型都好 我今天就預備了一個 是四方形的 這樣就佔了焗爐子 然後我們可以把整個麵糊 把它倒進去 然後我們的焗爐 你就要看看自己家裡的 是甚麼焗爐 我現在這個焗爐 我就開了風扇 所以我剛才說 在350度 預熱它 但當我焗的時候 我就焗250度 因為它開了風扇 因為它那個熱氣的流動 即是熱能的流動 就會高一點 就會容易 溫度就會 均勻一點 快一點熟 就會容易焗 所以我會再調低它 現在我們放上去之後 我就鋪平它 那你就會說 我的藍莓怕不怕 就這樣放下去 其實不怕 放在哪裏 就這樣平均 在裡面 它們自己就會 放在對的位置 不會說一邊多一邊少 因為你平時看到的蛋糕 它一熱 預熱的時候 其實它裡面 都會有動動 不會說 一個這樣硬了 它就乾了 而是它真的會慢慢 有的流動性 在裡面 所以它自己會走位 我現在做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 拿下去 進去 就焗25至35分鐘 我現在就用 華視325的火來焗 好 已經焗了 它現在已經焗了35分鐘 我今次焗了 現在呢 我們就會拿它出來 然後呢 就拿架呢 就是焗了 那我們可以把它把它弄出來 然後呢 跟著呢 就攤動它 跟著呢 我們就可以切開它來熄了 谢谢大家 把它卡住 蛋糕 把油煮到 把油煮到 油煮到 鱗肉 울包装 鱼 鱼 鱼 啡 希望大家有時間可以試一下 我下次再介紹其他美食給大家試吧 拜拜